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午那几天在家 其中看完高明写的《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感觉大开眼界 备受震撼 其中在看的过程中 内心就一阵一阵止不住地激动 兴奋着 这个世界远远不是我们所见的那样 他照应在不同的眼眸里 就如苏氏的两句诗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表弟刚刚中考完 暂时脱离体海 他到家闲着没事做 一边倒腾热胶枪之类的玩意儿 一边傻笑着对我说 我觉得自己应该及时行乐 我知道 他指的是从九月份开始 将踏上更加坚信的高中征程 但是听到及时行乐一句 我脑海里闪过的 却是 皱短苦夜长 何不屏竹油 还有生死 我建议表弟利用这段时间 多看些课外书 挑自己感兴趣的 又想把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这本书推荐给他 他对此显得不以为然 告诉我看过 我问他 写的是什么 他说 写的是 到底谁是神经病 我没再说任何话 他还是太年轻 写的是 到底谁是精神病人 这么看待这本书 不能说错 但无疑太片面 太狭隘 而且流于表面 这是一本 精神病人访谈手记 每一个案例 作者都用植树的方式 呈现精神病人的话语 以及通过话语 所传达的世界观 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看 当然是书中那些 精神病患者是病人 反过来 从他们的角度看 我们这些正常人 才是精神病人 是与非 对与错 好与坏 黑与白 动与静 成功与失败 正常与失常 等等 世上一切对立的概念 都建立在某种 人为设定的标准之上 主流价值观认为它对 那它就是对的 可是主流价值观 也是人为设定的 并非永恒的真理 我要说的是 精神病人 未必真是精神病人 正常人 也未必是正常人 就看如何取角 一本有内容和思想的书 不但可从不同角度去阅读 还可以深入不同的层次去品读 所以 同一个人 同一本书 不同的年龄去看 感悟也会有所不同 只要是还没有在尘世中 彻底麻木的人 就会存有各种对人生 对生活 对生命 对生死 对命运 对世界 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质疑 除了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这三个终极疑问以外 还有对眼前这个世界 其他的种种困惑 本书作者高明 被这个疑问困扰多年 他很想找到答案 很想看到眼前 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背后的本质 正是在这种初衷驱使之下 他才决定去接触精神病患者 目的是通过其他视角 看待世界 探寻世界的本质 之后 便有了这本 精神病人访谈手记 也许你会产生疑问 为什么不通过 权威性的科研人员 而是选择精神病患者 这样一个既不正常 也不靠谱的群体呢 的确 在我们的观念中 精神病患者的言语 都是无稽之谈 他们的想法 都是胡思乱想 包括言行思想 都是错的 假的 荒谬的 读完这本书 你或许会改变这种看法 如果不深入接触 那些精神病患者的怪诞想法 和疯狂行为 看起来的确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在这群人当中 有人觉得自己是一颗蘑菇 所以一天到晚 撑着把伞 蹲在阴暗角落 有人只要眯着眼睛 就能把不同的人 看成不同的动物 并且乐此不疲 有人煞有介事地以为 自己曾经被外星人抓去 又被放了回来 因为要协助他们找出高级文明的地球人 有人能够通过蛛丝马迹 用极其严密的逻辑 推理出玛雅文化 有人喜欢盗窃尸体 希望用机械和生物对接的方法 制造出生命 复活病逝的妻子 是不是觉得异想天开 或者耸人听闻 拨开表象 探究精神病的成因 你会发现 事情远远不是所见的那样 小王子中有一句话 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本质 真正重要的东西 是肉眼无法看见的 书里写到的那些精神病患者 有高于常人的思维逻辑 奇特的想象力 严谨的推理能力 男女老幼 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 他们有些是成功人士 有些还是门洒会员 他们不仅对世界本质 充满质疑 还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探索真相 正因为这份独特 加上不解所导致的心结 才让他们成为 或者说被判定为 精神病患者 说实话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些精神病患者 是疯子 恰恰相反 他们的高质与充满趣味的想法 让我一不小心就觉得 这是一群天才 难道我也疯了 关于为何选择精神病患者 这个群体作为自己看世界的其他视角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是作者讲给一位心理医生听的 我挑选这个群体 是经过反复思考的 你想啊 什么人会渴望对别人说这些呢 一定是那些平时不被接受的人 不被理解的人 被当作异类的人 他们很愿意告诉别人 或者内心深处很愿意告诉别人 就算他们掩饰 但是相对正常人来说 也是好接触多了 他们相对很容易告诉别人 我的世界是这样的 而所谓的正常人 很难做到那么坦诚 他们有太多顾虑了 所谓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左边是天才 右边是疯子 这两类极其相似 又被划为两个极端的人 其实都活在世界边缘 占据广大安全空间的 只有碌碌庸重 那些被称为疯子的人 他们看待世界 有别样的视角 他们思考人生 从有趣的角度 他们是精神病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比正常人 更像真正意义上的人 坦诚 纯粹 敢于突破主流价值观 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 他们对世界本质的探索 过分痴迷 又非常执着 才导致疾病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俗世之中 每个人都有病 都有精神疾病 因为贪嗔吃慢 疑 终有一样 或者多样 是属于云云众生的 尘科顾忌 需要提醒三点 一 你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 开阔的思维 去看这本书 否则 你要么觉得那些人所说 都在风言风语 要么你也会被感染 最后成为精神病人 二 不要迷信任何 三 科学无法解释的 不代表我们就能否定 书里写到一位生物学家 痴迷于某项科研课题 有苦于找不到答案 最终导致精神分裂 出现幻视和幻听 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年 非常痛苦 也想过自杀 在家人的关爱下 加上他自己突然的断悟 心结解了 病也好了 他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让我很感动 有些现象 如果用已知的各种学科 各种知识都不能解释的话 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解释 不要看表面是否荒谬 或者离奇 都要学会去尊重 因为那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答案 或许我们当中的全部 或者大多数人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 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深信不疑的答案 这个答案 能给我们心灵以安慰 能够呈现出 我们自以为的真相 新一周 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和我们一起阅读这本 天才在左 风子在右 我是潮雨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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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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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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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未来再等我去哪 未来再等我去哪 在飞云之上 以为忘了这家 在耳里说话 叫我别唤醒那些痛一怕 哦 半路上的我 穿上回忆和风声 在飞云之上 我看着海下 走月光沙滩 我也思认我还是会想他 哦 千万 千万 千年轻说风日荡荡 在飞云之下 以为忘了的家 在飞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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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轻说风 很大 很大 在飞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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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云之下